今天看到了盖拉格来到了立法院 也跟韩国瑜相见欢 人家当然绿营也好或蓝营也好 大家都喜欢看韩国瑜的一举一动 所以到了跟盖拉格碰面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画面 韩国瑜当然不免俗的 还是送上现在目前最抢手的春联 上面写着 荣耀即庆的春联送给了盖拉格 现在价值不菲 这个春联非常的抢手 还送给了江启臣是送给他 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台媒友谊帽子 其实我们来对比一下 韩国瑜这几天也是很频繁的 跟台日的一些协会代表 比方说跟日台协会代表碰面 然后还说我们同一个发型 也是幽默了一下 还有跟孙小小碰面 通通都是送上他的这个落款春联 那对比一下过去 这个前任的立院龙头游席坤 在国会外交的时候 送的东西当然比较包罗万象一点 有的时候送这个布袋戏 有的时候送这个意识锤 但是人家讲说也没关系 韩国瑜送礼简单 就是朴素啦 有诚意嘛 那这个游席坤反而显得 有点话而不实 那对照一下我们看看 现在蓝营的战力 越来越集中团结跟集大化了 韩国瑜说接下来跟江启成 一起要到外交国防委员会 谢龙界罗志强要去到司法 跟法治委员会 徐晓芯则是接这个党团副秘书长 来主导网路 我一直讲错 书记长在助丑二 书记长主导这个网路空战 所以其实看起来 现在这个立院的战力 也都各就各位了 除此之外 2026也在备战当中 韩国瑜秀出来跟李四川的合照 期许说这是永远的兄弟 这也是他担任立法院院长以来 第一次po文跟人家的 这个这样子的合照 所以显现出来 在国民党的战力正在集结当中 要迎战2026这一战 对抗民进党 那民众党现在到底是不是被边缘化呢 韩国瑜今天下午4点要召开 第四度的这个朝野协商 第三度的朝野协商 蓝英格党团就说希望能够在23号 也就是明天来做食安的专报 那现在看起来整个话语权 这个整个目光的焦点 政坛上面好像通通都聚焦在韩国瑜身上 另一个原本的声量王 这柯文哲有点坐不住了嘛 现在又要开始来挑战 这个一日北高 说要祈祷极限 再由党公职来接力 可是问题是这个一日北高 有点是不是有点老梗 2014年就开始一日北高 当然也是一种延续性啦 只是说这样子 是不是同样的一个做法 能够真的吸引到媒体版面吗 这是不是这个柯文哲 原本想要搏版面的一个方式 但是不见得能够达到 那么强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看吴子佳有讲到 现在柯P是不是有点慌了 主要就是因为他原本想说 民众党不分区八位立委当中 黄国瘡是最有经验的 结果现在发现到说 他好像对于议事规则很陌生 一直被民进党瞧不起还开酸 像是这个吴思雅还特别拿出 这一个议程上面说 错误百出 这样子酸了黄国昌一番 那除此之外 绿营不光是这柯文 只要搏版面 绿营现在也是猛攻韩国瑜 你看他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讲法 我们也不太懂这个道理是什么 他说现在要推这个 这个政 要推等一下我看一下 郑力军要推郑力军来担任行政院长 他是这个前文化部长 也是赖清德竞选办公室 国政顾问召集团的这个召集人 那看起来呢 他说这个形象非常的好 要对比韩国瑜 这是最有亮点的角色 跟韩国瑜的形象要做出一个对比 人家就觉得很莫名 因为我们讲行政院长这个角色 难道是为了要跟立法院长角色 做对比而设立的吗 我们过去历任行政院长 都要先看看 立法院长是谁 我要跟他形象做对比而设立吗 怎么不是为人民而设 就是为人民看他的能力 看他是不是有办法带领未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重大建设 怎么会是看韩国瑜的形象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那我们看高嘉瑜最近也跳出来讲话 他这个话中夸中带酸 他说立法院长的职务 的确很适合韩国瑜 为什么勒 他说因为不用做什么事情啊 这样也成功的换到了版面 为什么这么急着换版面 因为他现在要挑战2026 他说可能目标是要来选市长 会是选基隆还是台北市 现在都不一定 但是他说他不会缺席 那甚至他还顺便也酸了这个卢秀燕 他说2028谁是国民党这个选总统的呼声最高呢 他说如果是卢秀燕的话 那就只是另一个侯友宜而已 又开始这个出来这个放话了 我们来问一下兵哥 兵哥怎么看现在韩国瑜的外交 我觉得韩国瑜几次的 不管是在片三合资也好 孙小雅也好 今天的盖拉格也好 我觉得他的表现都是恰如其分 那送礼这种东西 没有必要送的那么金币辉煌 价值连城那是不必要 因为这只是一个礼貌 所以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比这些价值很高的东西 我觉得要好得多 而且说真的 他送的月桂花的钱是谁的钱 还不是我们的钱 还不是纳税钱 难道是自己掏腰包吗 所以我觉得送的这些 有象征性意义的东西就可以了 我看他跟他们之间的互动 看起来都还是不错 那当然绿营会见风插针 比如说一下子搭肩膀 或一下子说比光头 他们都会去嘲笑 可是我觉得 如果被接待的外宾本人 不觉得怎么样 那就是合一的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那至于说 这个 现在科匹想要去找他的网路声量 我觉得当然他的舞台会越来越小 所以他会去绞尽脑汁 绞尽任何的机会 想要去动作 可是这个一日北高 我相信场面也不会太难看 因为民众党的很多小草 大概也都会去共襄盛举 因为他们现在才接力的 科匹毕竟年纪比较大了 他走第一站 然后就接下来陆续 可是问题是 这毕竟是一个 已经行之有年的东西了 那你说要再掀起一波高潮的 可能性是不高 那光靠这一个想要延续 整个网路或政治声量也是不容易 他现在每个礼拜二 礼拜五 都定期去立法院党团办公室 可是接下来他的角色会越来越淡薄 因为毕竟他不是立法委员 他能够主导什么呢 他本身也没当过立法委员 对立法院的意思也不熟悉 我想他们所有人里头 最熟悉的就是黄国昌 可是黄国昌本身其实都不是很熟悉 我想实在乎 因为他只当过一届 那一届中间还有一半的时间 他被人家罢名 然后再加上他本身是在实在义 用这种小党 你说他能够熟悉多少意识规则 因为他没有什么意识攻防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期待他很对立法院非常熟悉 能够带领民众党团打出一波什么 高潮战我觉得不容易 他凸显自己他是很会 要凸显整个党团 我看恐怕没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都是民众党 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 至于说找郑立军来 说是跟立法院长做对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行政院长 跟立法院长做对比 这是什么逻辑我也不知道 而且郑立军的亮点 恐怕是他的弱点 现在电价要涨 马上电价讨论就要涨 当年说台电长电的那个人 就是郑立军 请问一下郑立军现在接这个棒子 他一上来大概就被人家 我指问你电长在哪里 给我交出来 行政院长可是要接受质询 他是逃不掉的 尤其现在三党不过败 你确定他真的是适合这个职位吗 他如果上这个职位我是很乐意 因为以后立法院就会变得很精彩 他都会被人家K了满头包 如果他民进党想要演这出戏给我们看 我是非常乐见 至于高嘉瑜 我说他有的时候真的不太会讲话 第一个他凑到了苏家全 游习宽不讲 他说立法院长不用做什么事 只要去瞧事情 协商事情就好 协商事情 瞧事情是最难的好不好 小孩子你到现在还不懂这件事吗 谈事情能够谈到大家都心服 愿意做同样一件事 这是很困难的事 如果不困难为什么八年了 蔡英文跟对岸都谈不起来 你告诉我 这一种事情你都还不懂的话 想选台北市长一边玩杀去 好 来问淑慧 大家记不记得选前民进党很多 在选立委包括黄杰都说 我们好难想象韩国瑜怎么接待外宾 怎么主持国际国会外交 现在你们看到了 接二连三 而且大家气氛都很好 也很得体 所以选举的时候的这些抹黑的语言 也不要期待他们选后会出来洗门风 那个万老师还个性比较老实一点 刚入政台 还有去跟韩国瑜拍谁 说那个选举的时候给你拍那个影片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他担任立法院长之后的表现 循规蹈矩 然后很稳重 然后也展现他高度的特质 就是人和这件事情 这个大家已经看到 他之所以适合当行政院长 立法院长就是他这几个特质 过去的这个苏家权 就是太霸气了 然后尤锡坤又太被 这个柯建民给掌握了 都没有展现他们的 比较协调性的这种风格 可是本来以为说 韩市长已经这么多年 没有当立法委员 而且当年是立法委员 是监督 那结果他在转任立法院长 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恰如其分 那刚刚讲到这个高嘉瑜的事情 我昨天刚好跟湾市长在讨论事情 然后刚好听到他这个专访 坦白说我们也祝福嘉瑜 可以获得民进党的提名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他的敌人不是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其实没有讨厌他 讨厌他的是民进党 所以你说你要代表民进党 来争取提名 不管是基隆或台北 你要搞定的是民进党 而不是其他人 所以我们看到嘉瑜的方式就是什么 开始炮打这个蓝营 因为他要重新获得绿营的肯定 所以他要走回森绿那个部分 可是问题是 你这样子又会失去 你原本的中间选民 去年的立委选举 你已经藏到这个后果了 就是左之右处 你到底要放弃哪个 或者你要走自己的路 如果你还是要向民进党靠拢的话 在台北市就是不OK的 好 永平姐 好 这次美中共产党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盖拉格在台湾还没有正式过完年 还没有元宵节后 马上就到台湾来访问 说是关心各种议题 他当然蔡英文 赖清德 萧美琴都拜访 我认为真正的关键就是来看韩国瑜的 那这个事情跟为什么AIT的处长孙晓雅 在立法院都还没有开议 就在团拜那天就匆匆忙忙跑去看韩国瑜 美国都是出于同样一个逻辑 因为他们很担心三党不过半的国会 会对于美国军售的预算通过有障碍 所以他们对于立法院选出一个国民党的韩国瑜 立刻就觉得我一定要赶快来表示善意 希望的目标当然还是要推动 美国的军售背后还是有这个意思 只是说盖拉格这个人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是第一个他很年轻 大家看到他才40岁 可是他竟然已经宣布他今年11月就不再竞选连任了 他本身是一个情报专家 也在伊拉克战场服役过 所以他对军事是非常的熟悉 他当然虽然对中是鹰派 可是他是一个脑袋很好学霸级的人 他有博士学位 他在当年在做众议员的时候 他有一直骂美国白宫政府说 你们给台湾的军售 为什么延宕不肯赶快交武器 我们不是飞机装备都一直 钱都付了都一直拿不到吗 所以他也有对美国进行这样的质询 而这样的人带台湾来 他当然担心说台湾的在野党 会利用说我们钱都给你美国 就你迟迟不交武器 也变成以后我们不通过预算 或者是冻结预算的一个理由 所以他们现在赶快来疏通 那我认为在这个时刻